人生就是一场修行 修的是什么 修的不是身 修的是心 修心修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 你知道吗 如如如不动 何为如如不动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在这个世界上 根本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个事 能够让你起情绪了 一个不修行的人 一件事可能会气你一辈子 你一辈子都从这件事情上出不来 三天三夜睡不着觉 而那些真正的修行者 他可以做到 让自己的情绪唤起唤命 他也会起情绪 但是一秒钟以后没有了 你被情绪折磨了一辈子 让你生病了都得癌了 我也起情绪了 但是一秒钟之后结束了 而那些修行者是什么样的呢 实际上他跟你我一样 该干什么干什么 但是他看待这个世界的态度变了 不再过生活了 让生活来过无 不再玉树临风 让凤鸣玉树 来什么就体验什么 没有人能让你生气 没有事能让你发火 你每天都活在祥和喜悦和爱中 那这种生命 是不是你们想要的呢 但是那如何做到的 善在你生命当中 出现的每一个人 包括伤害你的人 原谅他就是放过自己 别人怎么对你是他的业 你怎么对别人是你的业 如果有人欺我 辱我 骂我 羞我 我当如何 忍他 让他 逼他 拎他 再过几年 你且看他 愿所有的朋友 日日皆顺心 世事莫生气 远离情绪 远离疾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